自从铁路三轨都完工之后 汐止高架桥下方的道路 去年是确定命名为细科路 从细科站直通汐止火车站 只是在过去衔接的南昌街 因为是同一条直路 现在护正也有意把这一段的南昌街 也都改成为细科路 能不能改成功呢 当地里长也建议要开公厅会 来听取居民们的意见 就在铁路高架桥下的细科路 路很直沿着铁路底下 从细科站一直到细之火车站 而过了新一路 虽然看起来是同一条直路 不过却是南昌街 是不是可以统一命名 护正也有意将这一段 1到35号也改为细科路 改为细科路 铁路桥下面的这些两侧道路 在去年命名为细科路 但是这个细科路 沿路直走到我们这个细子火车站那边 在信义路跟水队街中间这一段南昌路 那其实它其实跟这个细科路其实是直线 衔接在一起的 很久以前叫南街直到民国64年改为南昌街 这一叫也41年了 只是铁路高架再加上三轨完工 现在多了一条细科路 直直的一条路在信义路到水队街的这一段 改不改 立长也建议听听居民的意见 目前南昌街1到35号大约有40几户 接下来17号晚上也将在活动中心 针对改名细科路召开宫廷会 到时候居民可以出席了解并且表达意见 就成慧玲系直采访报道